他是中国航母之父,也是我国现代海军之父,他就是八一勋章获得者刘华清,他主持起草了第一个航母工作报告,六十四岁的他登上美国航母,点起脚尖参观美军装备,谦虚得如同小学生。 他曾说,中国不见航母,我死不瞑目,然而他却没能亲眼看到我们自己的航母,致敬中国航母之父刘华清。